今天的本土染疫个案在连续两天新增下降之后 突破了5万大关反弹了 而且呢今天的50,780人 这个是全球最多的新增个案 那确诊的个案里面新增了12例的死亡 那多是轻症的增加 重重症的比例没有增加的这么快 不过呢还是有警讯 那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多注意哦 包括了老人家还没有打疫苗 这是比较严重的 不过有专家提出了 那如果这些长者还没有打疫苗的话 是不是要限制他们少出门呢 陈时中今天也有回应 本土的疫情升温也烧进了台北农产公司 北农截至昨天的群聚确诊 已经达到了隔离人数159人 那其中呢则是发生了 可能会有感染黑数的状况 原来呢是有一个摊贩的女朋友 她看起来是大义灭亲哦 她告发了 她说我男朋友一家人呢 其实很多人都有阳性 但是他们都在北农第一市场工作 那怎么办呢 他们竟然呢 是冒用了家人的阴性快筛 拿这个证据 蒙骗进去北农 继续做生意 台湾的本土确诊爆发 那现在呢 医护人员在第一线 他们说真的快要忙不过来了 而且呢 医护比甚至是翻倍 那很多人就说 我们真的是快过牢了 中央应该要赶快想办法 那现在我们就前进的是 急诊室的前线 很多人呢大排长龙 要做PCR裁剪 不过呢 其实现在部分的医院 都已经有在做 所谓的绿色通道 包括了给儿童专门使用的 或者是有急诊专门使用的 我们现在要教你 赶快来看分流 前立委她就说 她也去做这个筛检 看到了现场状况是 有一个心急的妈妈 抱着已经哦 看起来已经很严重的小朋友了 想要看医生 那亲自遇到的状况 我们要教你 来辨别小朋友 有什么样的状况 是一定一定冲进去急诊室 找医生的 而新北有一名确诊的妇人 她被家中的长辈们赶了出来 原因是因为她快筛养 那就怕长辈被传染 所以长辈就说 那你到外面去一下吧 不要来感染我们 但是她不知道 哪里可以去啊 所以打电话给里长 哭得好伤心 我们现在要告诉大家 如果你家真的没有办法 做到一人一事的话 那就要自费去防疫旅馆 好 再来台北市现在 也是疫情破万了 那现在大家就在看 这个量能有没有办法跟上 那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 她就说 如果到了真的确诊数 医疗的量能不堪负贺时 那考虑把木栅的机场停车场 转型变成野战医院 那大家就在讲了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野战医院和陌生 是不是就像中国的方舱医院一样呢 今天黄珊珊她就说 其实就是收治呼吸道症状的 轻症病患 户外门诊看诊 不过台北市的快筛采购的争议 持续的延烧 跨党派蓝绿的议员都质疑 柯文哲市长是不是公然的说谎呢 因为柯文哲 他说我三月多的时候 我早早就预言 我说这整个疫情 会在四月会有高峰 不过却被发现说 四月八号 你才开始第一波的大采购 那采购慢半拍 甚至还有公文来佐证 说四月底 你疫情都已经爆发之后 你才大量的买快筛 那现在呢 副市长他就说了 毕竟呢 我们四月十二号以前 中央没有任何一个政策 是以快筛作为确诊标准 所以呢 一月到三月 没有快筛的大量需求 那当时就没有大量购买了 但这样子的说法 也被蓝绿议员质疑 根本甩锅中央 柯文哲之前呢 也呛说东区缺电 那其实关键的松湖变电站 卡关十年 这影响的就很大 甚至还可能影响到大巨蛋 那他有没有做相关的一些举措呢 在经济部长 政务次长曾文生的口中 意外透露 原来已经跟柯文哲碰过面 好 再看到的是还记得他吗 号称是五教共主 中华中政党的荣誉党主席少龙 他的身价原来非常惊人 高达20亿以上 原来是因为他的教徒 都会给他捐款盖道场 而且遍布全台湾 据说台中有一整座山都是他的 不过呢 现在他被抓进去关了 更是传出命违 而跟他长年分居的前妻 则是带了两名儿子回到台湾 那信徒他们就担心说 是不是回来要来争所谓的宗教遗产 那这些全部都是少龙吸睛的血汗钱 信徒是不是一毛都拿不到 另外呢 在这个串流平台上热印的 Tinder大骗图 就是说呢 有一名男子他假装富二代 周璇在众女子之间 然后骗财骗色 没想到出现了台湾版 原来十多名富家女 据说被骗财骗色 被扮成多金富二代的实性男子 短短几年就诈骗了超过五百万元 而被害人直到了之后 才发现报案却已经追不回款项 台湾的演艺太斗脱县 他本名是陈炳男 昨天晚上辞世 享受九十岁 演艺圈一片哀悼 因为脱县他的人非常好 在退休之后 常年定居台东路野经营牧场 甚至带动了当地的观光 而他本身也是演艺圈的活历史 横跨了好几个世代 而一向给人一两形象的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现在也非常的罕见 她在登基一甲子之际 她缺席 首度的缺席 英国的国会开议大典 由她的长子查尔斯王厨代替出席 大家很担心女王的身体状况 不过疫情真的是影响了蛮多人了 包括了女王 她也是因为感染过了COVID-19 那就屡屡传出她的健康亮红灯 事实上现在这一波的疫情 也让不少的摊贩 他们受到了生意上的打击 包括了内用的人潮 真的是减到了几乎没有 很多的店家 他们为了要来拼转型 所以以前专做团客的海鲜餐厅 他们也想出了奇招 变成说利用最近来的端午节包粽子来做外卖 疫情期间要吃什么比较好呢 那尤其小baby小朋友 我们告诉他们的这个 其实要增加免疫力的话 有六个必吃 其实成人也一样啊 包括了这个蔬菜水果啦 现在盛产的凤梨啦 这种呢 维他命C很多的 或是全骨杂粮类 淡豆鱼岸那种蛋白质 牛奶跟坚果 这都要多吃喔 那此外呢 我们不要太常喝这个含糖的饮料 含糖的东西 也不要太常吃这种油炸 或里面含有不好的油脂 会让我们身体发炎的 这都会降低我们的免疫力 那其实呢 当令的食材是最好的 现在呢 我们就带你们来看 什么叫做最抗病毒的当令防疫餐 好 在台中的知名的地标 经营超过20年的酒店永丰站 现在竟然惊爆是劳资纠纷 经营困难 那有离职的员工啊 甚至好多的员工 说积欠薪资实在太离谱 不过呢 我们要来看到啊 这个永丰站的总经理 今天亲上火线 他就说 我们从来没有减薪 就算在疫情期间 我们也撑得很辛苦 但我们只有慢发薪水 绝对会负责到底 事实上啊 这个消息传出 也让台中的在地人 非常的惊讶 因为呢 他们的印象当中 政商名流云集 竟然 现在这种大饭店 也会难逃疫情的冲击 好 原本呢 则是想要封班的 风光的伴习宴 但是呢 这个新郎 他就说 他遇到了人生 最倒霉的事情 他预定了六台名牌理车 不过呢 婚礼当天 要迎娶的时候 理车竟然没来 担无人 那他就说 良辰及时 就怕被耽误了 他正好赶快 情商朋友 硬是凑出了车子 不过呢 这件事情 就害他被女方的亲友 骂惨了 他很生气 于是呢 状告这理车公司 应该要赔他 20万元来负责 现在判决出炉 不过结了婚 就一定是 happy ending吗 现在啊 我们要告诉大家 很多事情 可能不如你想象 包括了 很多人以为考公务员 就像是一考上 马上拿到了 一个一辈子的 终身铁饭碗 现在可不是这样子 立法院的最新三读 原来啊 现在有明定 六个月的试用期 而且哦 哇 很多很多的项目 都要来考核 那如果呢 可能感觉 有一点点不适任的话 你也没有办法来 调任其他的职务 适用期没有过关的话 就要打包走人 为人民服务 要战战兢兢 那现在呢 很多的地区都在举行 他们的议员初选的民调 我们就带你来看到的是台中 在台中的 绿营党内初选当中 中西区 还有大理物丰区 四位现任的明代 全雷打胜出 不过他们也不敢掉以轻心 他们立刻的 就去跨区服选 帮他们的同党同志 一起催票 而现在呢 美台关系再进一步 美国的国务院更新了 美台关系事实清单 做了一个巨大的变革 把过去呢 写上的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美国不支持台独移除了 而且呢 新凡更是刻意的提起了 对台深化的六个保证 还有一个中国原则 那学者就来做相关的解读 我们带你了解 中共持续的在对台湾文攻武吓 那现在呢 中国更是官方证实了 在台湾的东部外海 辽宁舰开始实际的操演 那国际间都高度的关注 我国的海军也同步释出了 我国的成功级名船舰 时代射击 警告中国 不要轻举妄动 而中国则是近年 砸下了重金 要跟美国来互别苗头 包括了太空战 他们呢 要打造自己的国际太空战 而且呢 现在啊 国际太空战只有两个 一个是属于美国的 那另外一个 就是中国的太空战 那随着中国的太空战 建设的速度变快了 那现在啊 大家担心说 未来很有可能 中国会取得外太空的霸权 而且呢 今天更是成功的发射了 中国的三天舟四号货运飞船 七个小时就顺利送达 还有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的是 我们希望所有的年轻人 都赶快催你们家里面的长辈 尤其是阿公阿嬷 出来打疫苗 这个可以有效的 降低死亡率跟重症率 那现在呢 我们收到了最新的资讯 最新的 全台湾的长辈的疫苗覆盖率 追加剂的有六成以上 不过呢 还是有两成铁板一块 现在呢 各个西方政府 他们都努力的 想要来鼓励长辈们 去打疫苗 不过呢 其中啊 最被看好的 是台南的这一项措施 因为呢 他们寄出来了 不但我们送你 补助的500元礼券 还送你现在最夯的 两剂快筛 效果非常好 那说到了快筛啊 其实呢 现在呢 包括了这个很多的人呢 说那如果我们 买不到快筛的话 我们能不能够 自己到外面 外国自己去买 自己来自用呢 指挥中心就松口透露说呢 可以 我们有考虑要放宽 你可以来自己 进口快筛 自己用 常牌不受限 也会取消相关的规定 不过呢 试剂的效果好不好 要自己负责 还有啊 现在呢 据说有人爆料说 北农的快筛有黑数 而且呢 是有摊商 明明知道自己 已经快筛羊了 而且家里好多人 都快筛羊了 都在北农工作 但是呢 竟然找了唯一 没有确诊的那一个人 一人代表全家 用那个快筛事迹 去通关 那试图要隐医疫情 不过还好 其中的确诊者的女朋友 良心发现 曝光了这件事 好 另外呢 我们要告诉大家 家里有小朋友的家长 注意这则新闻 民进党的前立委 谢欣宁 她募集了 有一个妈妈 非常焦急 抱着已经发烧的小朋友 要等待裁剪 那她就告诉她 说你不要排队了 这个危急时刻 你不是要排PCR的 你是要赶快去急诊看病 尤其呢 孩童 如果出现了 有高烧 抽搐 传不过气的状况 你要务必直接去看诊 而其实在急诊区 也有在做分流 裁剪是排PCR的 那如果你要看诊 拿药的话 你就去户外防疫门诊 甚至有部分的医院 有所谓的儿童 绿色通道 指挥中心 现在呢 告诉大家 其实感染的状况 越来越普遍了 那有时候呢 供病的状况也会增加 所以就会用到 医疗的量能 那当然呢 卫福部就因此觉得 专责的病房需要增加 希望各个科别 有紧急住院需求 同时又是COVID-19 阳性的话 可以有合适的病房入住 不过呢 医抗疫 他们说现在 这样子真的是 对我们来讲过牢了 我们快要hold不住了 那甚至呢 台大的医生工会 有讲了 他们两个护理师 可能是要照顾 100个病人的 还说如果确诊的话 反而会松一口气 因为可以合法地休息 已经悲伤到这个程度了 那今天呢 有医护的团体 他们包围了指挥中心抗疫 说这个医护比翻三四倍 他们何时才能休息呢 甚至包括了 医院要加开病房这件事 医生也说 真的很像是深水炸弹 而台北市的医疗量能也吃紧 所以呢 黄珊珊就说了 那她准备要把木炸机场停车站 转型为野战医院 一旦医疗的量能 不堪负荷之计 那就会来启用 那目前还没有讲什么叫 不堪负荷之计 这个标准到哪里 不过现在啊 外界已经有讨论了 因为到底什么叫做野战医院呢 那有人也怀疑说 会不会跟中国的方舱医院一样 今天黄珊珊也做出了解释 那在这波疫情升温之下 很多人担心自己的防疫保单 不亦申请 那包括了这个居隔书 或者是诊断证明书 可能也会因为行政塞车而拿不到 那现在呢 金管会就打算要以数位证明 来作为理赔的证明 那不过呢 原本是反对的产险公司 跟受险公司 他们的态度都转变了 不过台北市到底有没有 如这个精准 说预测疫情的市长 柯文哲所说的都已经有准备呢 台北市政府啊 现在被外界质疑说 采购快下的金额太少 只有53万 后来呢 黄珊珊澄清说 没有我们总共的采购金额 是1.93亿 找到公司之后 摊开发现 没有错 采购的总金额是1.93亿 不过呢 北市府在4月疫情爆发前 是采购了5万剂 那大部分呢 都是在4月后 疫情爆发之后 才认真采购的 甚至价差非常的大 那现在呢 就有人在讲了 那5月7号的时候 黄珊珊喊出中央棄手 是不是有可能 黄珊珊觉得 太晚买了 买不够 那反而做这样的操作呢 蓝绿议员起炮轰 甚至呢 蓝营的议员讲说 市长真是说的 比做的还要多更多 那不过快筛啊 有一些在居隔当中的 民众没有办法出门买 怎么办呢 那成为了选战的一个连结哦 因为新北市议员 罗文虫 他就推出了带领带送的快筛服务 那颇受好评的 在台北也有议员 组成了快筛互助应援团 如果呢 你没有办法出门 你有需要 你是居隔者的话 他们会先送一些快筛给你 不过这个快筛是 有借有还 不过支持错人 可是会倒霉的 那很多很多的这些教徒 现在就很生气 这个自称为 武教贡主的少容 他不但犯下了多起案件 妨害性自主案件等等 被关了之后呢 现在啊 更是因为命违案件 停止审理 那信徒说 我们可能等不到正义 而且我们捐出去的钱 现在也有可能都被分光 原因是因为 他们得知笑袭 少容的前妻 带着两个儿子 从国外回来了